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29話 洩漏情報2 假太陽神確定是女巨人 成功抓捕草帽團 記得沒死 鷹眼出場 或200站我時留言 無信幣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如果拆對暗時 我會幫你置領 這些洩漏100派與劇情有關 大家可以安心的看 稍早前已經有暗示意了 沒看過的可以先去看看 這次暗示意有三個 第一個是一個人在用網子 抓蟲子的GIF檔 草帽團以前就有這種畫面 那就是魯夫拿著網子 但這網子目前是草帽團拿不太合理 畢竟他們才是被追捕的人物 在1128話的時候 假太陽神在追捕他們 所以目前最能聯想的應該就是 假太陽神在抓捕草帽團他們 這巨人的視角 草帽團確實就像蟲子一樣 所以用這暗示圖來暗示巨人 來抓捕草帽團 算是一個很合理的暗示 當然如果不是在說草帽團故事 那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在抓捕某人 像戰國跟賀他們在前面就表明 要制裁十字公會他們 而且他們在前面就已經出行了 所以有可能就是來抓捕十字公會的 這個推論後面還有其他暗示等等會再提到 第二個暗示是一個女超人使用能力 然後被噴霧用暈的GIF檔 這個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首先看到女超人的服裝還有閃電標誌 我們可以連接到前面的閃電暗示 或許使用閃電人物被用暈了 而能用閃電的人物 目前草帽團的劇情只有三人 第一就是魯夫的妮卡 他的妮卡招式就有閃電 第二就是納美的宙斯爾 宙斯就是使用閃電來作戰的 第三應該就是意想不到的人物 像是這個假太陽神巨人 他如果是假的 也有機會會使用妮卡招式 就像是波寧一樣 是假的但是會一點招式 我自己覺得是假太陽神被噴暈是最有機會的 因為如果草帽團再被用暈 那劇情會有點重複 因為他們在前面才剛被用暈 好不容易用了兩集才成功集結 現在再被用暈就有點奇怪 如果是這假太陽神的話 那這假太陽神很有機會就是女生了 前面有很多理論說她是女巨人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篇分析 也有可能有新的人物 像是艾爾巴夫明顯都是致敬北歐神話 而北歐神話也有可以使用雷的人物 那就是索爾那些人物 這三個可能就是最有可能被用暈的人物 當然如果不侷限於草帽團故事的話 會用雷的人物很多就不多談了 第三個暗示是一隻老鷹從水面抓起一條魚的GIF檔 如果是魯夫這裡的故事的話 被雕起來的最有可能應該就是草帽團的 畢竟他們在逃跑中 突然被雕起來是最有機會的 畢竟不太可能是被巨人雕起來吧 但這老鷹是誰的寵物 可能是巨人他們的寵物 就像前面遇到的巨貓巨師一樣 當然也有比較有趣的推論 像是有一個男人有可能就在艾爾巴夫 而且他就有老鷹 那就基德 基德在前面就在艾爾巴夫被紅髮團滅了 但韋田並沒有訴說他有沒有死痛 他被滅團後 最新的生命卡也沒說他到底死了沒 所以他是有機會活下來的 而基德就會使用能力製造出老鷹 所以沒有機會草帽團就會在這裡遇到基德呢 這是可以想像的 或者是說這個暗示老鷹 就是那個男人會出現 那就鷹眼了 剛剛說了有人在抓捕東西的暗示 而給出了其中一個答案 就是戰國他們會抓捕十字公會 如果這個理論正確的話 鷹眼在劇情中突然出現其實也不意外 畢竟他是十字公會最強的人物 但就算戰國他們沒來 鷹眼也是有機會出場的 因為他在前面加入十字公會後 他就比以往更頻繁出現了 所以鷹眼在1127話出場也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這個暗示應該是在說草帽團比較有可能 因為如果是海軍攻打十字公會 應該會有繫好安全帶的暗示 必須強調的是 這三個暗示也可能是在說肥業或者是標題 大家覺得這三個暗示是在說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猜對我幫你治理 正式情報應該會在半夜或者是早上出現 請持續鎖定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情報見掰掰